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团结联明的立法委员 卢靖昌 欢迎大家收看台湾讲庭的节目 我们知道1949年国民党败退后 夹着残兵败将来台 行威权统治之时 除了以暴力体制为手段 在体制上形势上威吓台湾人民 更影响深远的是 他建构了大中国的意识形态 进而掌握媒体和教育 灌输台湾人民虚构的中国历史和地理 硬是要台湾的学生 接受和事实不符 虚幻的中国历史跟地理 所以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有35省 首都在南京 外蒙古属于中国的意义 最可疑的是 他当属把台湾的历史 不顾多元时关 强塞进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不断洗脑的结果 造成台湾的协同 从小就善恶未分 真假莫变 一直无法树立 现代国民的素养和精神 我们知道本来高中克纲 从原先的为配合九年一贯教育开始的九五站纲 到公认最好的九八克纲 朝野并没有很大的矛盾 但马政府上台后 随即把它改成现行的101克纲 而且本来要等到十二年国教实行 前面调整时才改用的新克纲 教育部却在去年违反正常的程序 表决通过所谓的103维纲 取代101克纲 引发民间很大的反弹 教育部还振振有词的说 克纲微调 核线核法核程序 历史克纲没有去台湾化的问题 其实103维纲 是由一个体制外 非专业的食人检核小组 全盘来主导克纲 调泥地的方向 执行马英九的中国化指令 其目的就是要达到 附和中国的目的 新华社对此克纲的评论为 拨乱反正 可见一般 而王小波在接受 中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更大剌剌地说 这个克纲可以凝聚 2016年南军险棘的士气 可见这是一个 非专业中国化 政治化的文先伎俩 日前协生的活动 虽然因为台风而暂停 但他们的诉求 后续能在发展中 无论如何 高中生的勇敢反克纲运动 勇敢地对中国说不 已经让台湾的主体性尊严 成功地奠基在 我们下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 这也是反克纲运动 最大的意义 终究一个国家 要怎么面对过去 决定了这个国家 如何走向未来 今天先跟大家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后一处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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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